临近印度 尼泊尔的疫情是越来越严峻 各地的医疗资源面临紧绷 不少患者更是被迫在医院外治疗 此即马来西亚分会 加快援助的脚步 因为尼泊尔现在的医疗物资 是非常缺乏的 所以同时此即也在海外 采购这些物资 防护物资与医疗器材 再送到尼泊尔 虽然正值行动管制令期间 志工是做好防疫 打包医疗用品 虽然是MCO 可是我们就召集几位来 急着打包要送到尼泊尔的医疗物资 就有包括300箱的手套 然后有25箱的防护衣 还有就是5台的治养机 这些医疗器材会用空运的 能够尽快地送到那边去 众人有心要做最佳的后盾 等待疫情平息 戴安新闻林学群 陈敏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